好的 第三項 第三項 來 大家請看 經常用嘴巴呼吸 用嘴巴 有鼻子 為什麼要用嘴巴呢 等一下這個 都不用嘴巴 都有 我鼻子是不可 有的請舉手 老師 全部都是 對 妳們全部都是 妳戴口罩以後 我就常常在口罩底下 就嘴巴開開 對 我現在晚上都是 我有聽妳講過 貼嘴巴 為什麼要貼嘴巴 貼嘴巴睡覺 因為妳晚上 用嘴巴呼吸的人 就很容易打呼 所以要用那種醫療膠帶 而且是 不傷腳直層的醫療膠帶 因為妳常常用嘴巴呼吸 這個下顎 它一直打開 一直打開 一直打開 下巴內縮之後 冰起來好嚴重 下巴內縮之後 會導致鼻子兩側的 這兩塊骨頭 會向後退 向後退之後 妳會發現 你的 皮液會越來越大 原來 會這樣 還有這樣的研究 對 你的臉型就會變平 然後妳用鼻子呼吸的時候 記得 我們在鼻子呼吸的時候 那個舌頭 其實是會微微地 向上頂住你的上額 因為這個動作 它會往你的鼻腔的 在下方頂上去 妳會發現妳的鼻子 不用去買線 不用去打什麼 鼻子會變挺 早說 對啊 我們也不斷弄鼻子了 所以 妳講大家都會感受的習慣 所以這件事情在牙齒矯正的 醫師常常教你病人 子晴是不是 還有一部機器 對 因為我會用 嘴巴呼吸的原因 是因為我鼻子不好 我鼻子呼吸不到空氣 因為有時候它過敏 它裡面的那個 疑漏什麼的 就會變大 變大之後膨脹 就是你呼吸不到 所以我就會 習慣性用嘴巴呼吸 然後因為我老公更嚴重 因為他是嚴重到 還有呼吸中止症 就睡一睡會沒呼吸 就有可能會死掉的那種 所以我們就去美國 買了一個這個呼吸器 它就有一點像是 就是急救的時候 帶了氧氣罩那樣 所以它就是每一天睡覺的時候 一定要帶 帶了之後 它這個機器會 強迫你呼吸到正確的氧氣 後來我發現我老公用這個 就是用這個氧氣罩之後呢 它這個睡眠狀況改善之後呢 它就不會疲勞 然後它現在已經 就是它正常飲食喔 就已經瘦了5公斤 所以 代謝變好了 對 其實肥胖跟睡覺 都是有關聯的 然後因為我自己就有發現 不是說我如果常常用嘴巴呼吸 你的人就會有老態 所以我就是有考慮 想要再買一台自己帶 請問那個 上床了以後要 帶多久就可以拿掉 一直帶 一直帶 它會記錄你睡覺的時間 它這樣翻身不會 脫落或是會勒到 對 你要買一個這個吊的 它就會把這個管子吊起來 你就不會餐住 好的